燃燒俄羅斯四大便練習避炸 俄軍受阻嚴重 烏軍食勝追擊 烏勒對俄央行廢起大規模網路攻擊 俄武裝部總參上校遭炸彈襲擊 美國將為F-16配備先進武器 今天是2024年7月31日 俄烏戰爭總入第889日 過去一週烏拉、導彈及網機持續襲擊俄羅斯多地 7月30日烏溫集擊了比爾哥諾特、奧妙爾及富爾斯坦地區的變練站 被俄羅斯造成巨大損失 據悉 烏拉國防軍襲擊了富爾斯坦地區的多個關鍵基礎設施 導致這個地區至少4個變電站爆炸並停電 烏拉總參謀報指出 為戰爭而努力的俄羅斯工業 是烏拉軍隊的合法目標 授襲的電力設施確保俄羅斯鐵路運行 而鐵路系統負責運輸武器及軍事裝備 以支持俄羅斯領軍 烏拉軍方承諾 將繼續採取措施破壞敵人的軍事及經濟潛力 直至入侵者停止對烏拉人民的武裝侵略 7月29日 俄羅斯機遲殺了哈爾科夫 旭富昌室前線 並向特種部隊斑發國家掌進 顯示烏拉的堅韌和鬥志 前線戰場 俄軍在哈爾科夫前線動用了約8部坦克和裝甲車的機械化中隊 和空抗部隊 向烏拉軍陣地發起進攻 但被烏拉軍第33獨立機械化旅 以及第287地面防禦型 猛烈炮火擊退 這次戰役 俄軍損失48名士兵 兩部BMP 三部裝甲運兵者和一部魔車被損壞 一部BMP被撤毀 巴金王機被烏拉軍 烏拉軍目前仍然在哈利伯克 旭富昌室展開激戰 向斯塔里齊亞推進 成功調回旭富昌室東北部 並專格索博立街向立推進 由於烏軍持續攻擊 俄軍在這個地區處於劣勢 烏軍利用磨機對連之南部橋頭堡的橋樑 作為猛烈攻擊 迫使烏軍只能使用補兵背著補給 彈藥和医用物資補充困難 最終烏軍放棄了 旭富昌室南部的橋頭堡 查索夫哈爾方向 烏拉第46裏報告說 烏軍在運河西漢建立了第一個橋頭堡 佔領了幾座房屋 但這一點尚未得到官方確認 此前 俄軍實施在北翼和南翼村羽混河 但均告失敗 阿福迪福卡地區 俄軍繼續向西推進 遠鑽羅克雷斯 都達韋塞來 同時在新借利福卡佩爾沙和烏曼斯加方向努力推進 使得形成新的涉子 但由於U1的頑強抵抗 俄軍撤進阻力很大 損失慘重 巴木特地區 俄軍聲稱在卡利利福卡納 布森林的運河建立了橋頭堡 準備進攻克西夫華爾 儘管地區由11個區域組成 但俄軍攻擊幾個月仍未成功 湯列斯克前線 俄羅斯軍隊擴大了他們在 扎利子聶的控制區 雖然有分析人士認為 這裡的口袋很快會關閉 烏曼需要立即撤離 但目前情況 並未顯示出迫進眉之間的危險 俄軍在南逆紐約村方向局部反攻 被烏軍成功阻擊 俄軍選擇進一步增加 近期 俄羅斯在塔利斯克附近的攻勢 成功打斷左湖南部隊的輪魂 俄軍趁機佔領了兩個村莊 儘管如此 從運工角度來看 俄軍在裝備和部隊上 損失慘重 並且沒有取得多少值得一提的勝利 俄羅斯斯斯陸通過部署 預備隊來擴大交際的突破 逐步接近征服整個頓巴斯地區 利益戰略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因為很多烏拉部隊根疲力進 而且人手不足 防止堅固程度參差不齊 俄軍在波羅斯斯斯拉地區威脅性地推進 距離關鍵後勤道路只有5公里 如果軍攻落這裏 烏拉可能被迫撤退到東南部 黑衣松方向 近古烏拉軍隊在克雷內機撤退後 仍有在帝裂北河三個州隊族的 爭奪中環強作戰 但是第37海軍木戰隊的行動表明 俄羅斯部隊因為缺乏補給 開始放棄陣地 烏拉軍隊面臨引力和裝備不足的挑戰 長達3,300公里的前線 使用防守變得更困難 另外網路上一段影片顯示 幾名俄羅斯部兵 試圖佔另一處私人住宅 但是遭到烏拉第425特機營 斯卡拉的壞機襲擊 烏拉軍方亦承應 由於指揮決策和協調不力 前線部都有輪換和補給存在嚴重問題 俄羅斯軍隊同樣面臨引力和裝備短缺的問題 儘管莫斯科提供了高亞的簽約獎金 來鼓勵招募 但是很多身兵在不了解合約條款的情況下 簽署了無限期合約 7月29日下午 烏拉格蘭網路專家團隊 成功對歐斯中央銀行 快了一次最大規模DDOS攻擊 這次攻擊 都自從當地時間上51點左右開始 俄羅斯央行的智越運行專業還中斷 部分功能完全無辦法使用 受這個影響 VTP 銀行和俄羅斯軒在工業銀行的 再線服務也無法正常使用 由於網際網路連接不穩定 俄羅斯最大的電信服務提供商 亦遭受了系統式的網路攻擊 特別是MTS提供商 它的用戶連續第三日無法正常使用服務 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 是侵略局的一級主要銀行和貨幣機構 與俄羅斯政府合作制定和實施統一的國家信貸政策 並被賦予 發行紙幣和監管銀行活動的特殊權利 這個銀行 將於俄羅斯聯邦對華人的武裝侵略提供財務支持 烏拉伯拉消息人士透露 針對俄羅斯金融機構的行動仍在繼續 此前 烏拉克據說摧毀了兩個俄羅斯數據中心 這些數據中心在俄羅斯軍工聯合體使用的數據處理中心 俄羅斯的麻煩事還不僅僅如此 近日 莫斯法北部發生了氣車爆炸事件 造成兩人受傷 爆炸發生在居民距停院內 目前 這個地區已被封鎖 俄羅斯工兵、消防員以及搜尋爆炸物的機器人 在現場工作了幾個小時後 在駕駛座下發現了一個容量約500克TNT的爆炸裝置 據俄梅塔斯社報導 當時 車內有一對夫婦 藍者俄羅斯武裝部隊總參與捕捉一名相較軍官 暗制於軍事情報局 並參與俄羅斯對華人的特別軍事行動 俄羅斯調查委員會表示 這是謀殺未遂事件 調查人員已追蹤了嫌疑人 並且有監視拍下他在前一天環上安裝爆炸裝置畫面 爆炸裝置的專業性表明 可能是受冠中日的兇殺行動 俄梅說 這個案件可能會被重新歸類為恐怖攻擊事件 雖然俄梅在第一時間否認這案 但在事故發生的第二天 正正俄羅斯為偵查機關工作人員 設立的紀念日 普京在當日發表說 高度讚揚了這些情報工作人員的努力及付出 自俄烏廠特爆發以來 不斷誘惡軍方高官及商業大佬遭到暗殺或離奇死亡 俄羅斯方面曾透露 普京也曾多次遭遇暗殺 死裡逃生 在烏拉試圖扭轉戰場局勢之制 F-16成為西方向烏國提供最令人終目的裝備之人 7月30日 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官員的消息報導 美國已經同意為運去烏拉的幾架F-16戰機 配備美國導彈及其他先進武器 美國計劃為了轉交給基輔的戰機 配備AGN-88HRM 空對地導彈 高精度炸彈制度系統 M-NORM 及AM-9H 空對空導彈 以及小直徑炸彈 報導還提到 華正頓將限制烏拉使用這些美國提供的武器 攻擊俄羅斯本土 之後在回應來自俄羅斯的攻擊時 才允許烏拉在俄羅斯境內使用 對於美國批准維吾蘭的F-16戰機配備美國導彈及其他先進武器一事 俄斯表示不滿 並發出警告 同時重甲圓上擊落F-16戰機 烏拉軍隊總司令西爾斯基則表示 F-16戰機將在距離前線40公里以外作戰 相信很快就能看到F-16戰機發射遠程導彈 和俄製戰機對決 結果令人期待 此外近日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 由於飛行員短拳 烏拉近年估計只能夠使用不到10架F-16戰機 據悉 到今年年底 荷蘭和丹馬預計只能培訓約20名飛行員 根據慣例 每架飛機需要配備2名飛行員 以便輪流走行任務、休息和訓練 報導指出 隨著F-16的到來 俄羅斯對烏拉機場的攻擊可能會增加 一些戰機將被存放在國外受保護的空軍基地 作為儲備和作戰替代品 盡過F-16戰機將在幾周內飛抵烏拉 但烏拉同西方景 這些飛機數量有限 不太可能立即對俄羅斯緩慢推進的 戰場產生顯著影響 這些戰機將主要用來增強烏拉的防空能力 例如擊落導彈、防衡機和敵機 而且至少在最初階段 這些飛機不會靠前線戰鬥區域 能否阻止敵機從俄羅斯領空進入烏拉 仍是未知數 烏拉總統陣司機則表示 需要一百多架F-16來對抗俄羅斯龐大的空軍 目前收到的戰機數量不中 他指出 關於F-16的決定是戰略性的 但這個數量終於不具有戰略意義 新美國安全重心分析士貝卡·阿斯認為 F-16戰機的最大作用 可能是在心理上提升烏拉人的士氣 並對俄羅斯精兵扣食威脅 他指出 自去年宣布派遣飛機以來 戰場條件已發生變化 西方向烏拉提供軍事裝備時 通常烏拉迫切需要這些裝備 但等他們交付時 這種迫切需求往往已經不再適用了 好了 今天的新冷戰程室就到這裡 關注我們 最早戰場動態 否則地獄震端 精彩盡在新冷戰程室 在新冷戰程室 火車款 在新冷戰鬥上 火車款 在新冷戰時期 還用到新冷戰鬥上 在新冷戰時期 火車款 極 火車款 火車款